2020年即将进入尾声,还记得这一年是如何度过的吗? 疫情来袭时,有的人改变人生轨迹,成为不平凡的逆行者。 有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,居家不出门,还在家里云监工。 有的人年初是朝气蓬勃的后浪,年尾却已变成每天不想上班的打工人。 有的人是过了两次双十一的双结棍,还成了尾款人。 一个个简短的网络流行词就是我们2020年所度过的难忘瞬间。 2020年,你是什么人? 干饭人,可能我2020做的更多的事就是吃饭嘛。 干饭人加单学人,平时比较喜欢吃饭。 工具人嘛,打工人呢,打工为了干饭也是干饭人的。 打工人,工具人,违款人我都算,就是一边打工然后一边还着违款。 熬夜人,打工的抢业人。 我是上学人,我是网课人。 后浪,我过去一年一直在学校努力学习,在家也上网课好好学。 解锁人,做饭啊,拍儿子,玩游戏啊,各项技能的解锁。 经家人。 闲置人可以吗,也是闲置在家,闲置人可以吗? 应该是逆行者吧,就是说我们是应急加工企业。 我们过年的时候几乎没有,过了四天,我们就接到通知了。 我觉得就算是逆行者吧,因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能坚守在医院。 大夫。 我太难了,艰难。 磨坏,发生很多奇葩的事情。 遗憾吧,很多人有的机会都被打乱了。 时光飞逝吧,感觉在家呆着呆着这一年就过了。 开心,新年过得挺开心的,挺顺利的。 跌宽喜福吧。 体积抬来吧。 感恩吧。 为国尽力吧,尽一点点自己的力量。 平安是福,每个人都平平安的就挺好的。 新生的一年吧。 武汉,然后中国,全球,大家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,会重新再站起来,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 我分手的每一瞬间,我本以为分手会很难过,但是并没有。 就很开心,可能是不合适吧。 接完美款收到快递,开心的瞬间。 我本来准备辞职了,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去年又夏天九星在北京继续工作。 我继续奔斗,就是抢不到口罩啊。 差不多过年的那段时间吧,不可思议的。 回到校园,终于能正常上学。 快递可以投到家门口的那一瞬间。 我觉得疫情就要结束了,感到非常庆幸,也感谢国家。 就是火车山和雷神山医院建成了瞬间吧,然后看到了咱们的民族团结。 是让我非常感动的,作为一个中国人吧,很自豪。 主宅的时候去重庆玩来着,久违的一种解禁的感觉吧。 就是在双节的时候,跟家里团聚的那一刻吧。 可以赶上祖国还有中秋节双庆的这么一个日子。 然后家里一群人吃的一顿饭和吃的一块月饼,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。 白衣天使呢,当然是。 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,那我们就不可能这么早地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。 抗议英雄啦。 虽然这么一想已经过了很久了,但是好像感觉那些人的付出啊,还有牺牲就好像在昨天一样。 超市的税务员呀,那么快递员呀,这种啊,我觉得也是应该被记住的,因为他们是保障我们生活的一份子。 武汉人,在抗击疫情的时候,非常的,就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吧,让我非常敬佩。 隔离工作人员这一块,我觉得他们非常辛苦,我觉得这个群体非常的可惜,那么热的天气里面,我们就那么热的衣服在工作。 因为我是亲身看到他们,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值得敬佩。 志愿者吧,没有他们的付出,感觉就没有我们抗击那个新冠肺炎那个胜利吧。 我觉得所有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应该记住。 我觉得凡是对疫情,对现在我们所有生活还充满愿景的人,我觉得都应该值得被减重。 人少人,结婚为黄飞不市场的人。 有钱人。 健身人。 最主要是学习人。 希望是一个幸福的人。 平凡的人吧,就是只要平安就好了。 就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人。 更加努力的人吧。 自信的人。 是我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 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,就是能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。 对。 我的 먹고你ICA 是全球会与膜往的离子经纪。 是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